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理級大狗 又是我 Roger Wu 吳慧聰 今天我置身於曼居一間五星酒店的Launch地帶 在這裡可以享用的Afternoon Tea 兼且有美景相送 十分豪華 不過其實我並非要介紹 要介紹的正在上面一個康律 一個新的樓盤 這個樓盤最大特色之處是地點適中 附近是BTS站 兼且旁邊是四面神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 這個樓盤並非樓花盤而是現成樓盤 於是乎你買了之後 拿上行李就可以進來住 這個樓盤的名字原來就是 康道的名稱正是Magnolia Laudam de Poudouan 同時亦都是五星酒店 World of Astoria的同一座大廈 這座大廈的外形設計相當獨特 大家看看又如一朵花一樣 當然是名師設計的 至於那座的位置 這裡也相當方便 走幾步就是大家很喜歡的 Central World和Big C 至於搭BTS一個站 就是Syan Paragon 是不是很方便呢 雖然屬於同一座大廈 但入口就有兩個 酒店住客走那邊 大廈住客走那邊 與此同時 在這個位置亦是工作人員幫你開門 當然要認識你 熟你才會開門給你 如果不認識三不認識七就不會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我不是住客當然沒有這張卡 但住客的話有這張卡 也不代表每層可以去到 原來只可以去到你住那一層 和Facilities那一層 於是其他閒陣人 當然去不到你那一層 因為多安全 這裡看得很清楚 整棟大廈下面屬於酒店 上面屬於住宅 住宅的朋友 可以享用住宅擁有的設施 例如泳池各方面在後面 而酒店的住客可否用你的設施 當然不可以 反過來 這個大廈住客可否用它的 飲餐、飲餐、飲餐或餐廳 沒問題的 付錢又得到 不過有優惠 作為大廈的住客 就有這張優惠卡 於是乎 用酒店裏面的一些餐飲地 還有優惠 其實今時今日泰國很多的樓盤 簡直比五星酒店漂亮 甚至乎裏面有些設施 是五星酒店沒有的 舉例如這裏一級級上的花園 旁晚時睡飯在這裏曬月光 吹風也不是說不爽 又看看另一間的2-bedroom 這間的2-bedroom 面積較光彩的大 差不多九八尺 而那裏曬月光是四四豐方 於是乎香港朋友 喜歡衣庭風格 這裏就適合你了 而酒店的裝修層次 就是Olivia的風格 你可以通知工作人員的售貨員 用一個套餐 想要衣庭風格也可以 而這2-bedroom 正如剛才一樣 一樣有露台兼且客房 客房走進去 就是主人房 但是這間房 最大的賣點 原來就是 整個Central World給你看完 於是一到垂直 要放煙花倒數的話 不需要出去 有些朋友在房間 看煙花倒數開派對也可以 剛才那間2-bedroom 夠漂亮夠大 夠驚訝 還未算 先介紹這間 這間房 裡面有廁所浴室 這裡的房 很細小 看看吧 出來這裡 對著有個廚房 這是泰式的廚房 方便煮東西一陣味 又抽油煙機 為何這間房那麼特別 又不是2-bedroom 莫非是studio或1-bedroom 廁所 看看吧 出來就有另一個廚房 西式廚房 這些就不方便 煮東西有油煙味 普通的煮東西沒問題 開估了 原來這裡只是一個 penthouse 是3-bedroom 另外剛才的工人住 總共4-bedroom 3千多呎 3千多呎 而且你會看到 背後全部無敵美景 美得 哇 整個萬谷大地座 腳下美得不得了 我們一齊走一看 其實住這裡 基本上不需要做運動的路友 你每天都走 包補會秀 這裡就是一間房 亦都有無敵美景 然後走到這裡 長長的走廊 你放很多東西都可以 看看這個主人房 外面的露台 開派對都可以 接著 我最喜歡的 walk in closet 然後更值得看的 就是它的廁所浴室 怎樣? 是不是很喜歡這個樓盤 記住 所有投資的事情 都不妨了解多些 知多些才作出決定 那去哪兒了解 問它們就知道 這次你做了解 想見 這次他 這次 下一個人 買 請